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12月8號到10號召開 會議要求明年經濟工作穩字當頭 重申六穩和六保 會議還罕見承認 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 供給衝擊 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分析認為 會議透露出中國經濟形勢的嚴峻性 即使官方的經濟數據也顯示 前三季度經濟增速從18.3%、7.9% 降到4.9% 受消費增長疲軟 中共病毒疫情 全國電荒以及恆大、加兆業等房企債務危機的影響 許多經濟學家預計 2022年中國的經濟通比增長將降到4.5%到5.5%左右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指出 中國經濟下行還有內部嚴肅 今年以來 中共頻繁出手 一天搞垮一個行業 今年對房地產下了那麼大的利益 導致了房地產進入冬季 它明年它要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 房地產目前這個狀態 絕對是拖了它的後腿 近一年多來 包括中國恆大、新立控股、換樣年等房企都遭遇債務危機 直接衝擊到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 經濟會議重申六穩 包括穩就業、穩投資、穩預期等 香港金融分析師李新明說 中共非常需要穩定預期 但是它能不能穩住 是另外一回事 是非常不看好 那我也也許就不會再進行進一步的投資 這樣的話 我怎麼能帶來新的就業 怎麼來進行新的這個經濟活動 來繁榮這個經濟發展呢 會議還提到 必須遏制新增地方政府的隱形債務 但沒有提及徵收房地產稅試點工作儀式 它的經濟政策 對房地產的嚴控措施 目前已經在生動了 會議還提到 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 加強對資本的監管 防止資本野蠻生長 王赫分析 此舉是針對金融大鱷的 中共它改革開放之後 它在國民經濟進行鬆綁 那麼一些民營企業發展起來了 那麼一些發展起來的那些龍頭 跟各派政治勢力之間有了各種難以言說的關係 這對當局來說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所以當局現在是一箭雙雕 它打擊這些經濟大惡 對內部政治派系要進行清理 去年年末 中共經濟工作會議 也曾定調遏制資本無序擴張 防止資本野蠻生長 今年以來 包括房地產、教培 金融科技、互聯網等各個行業都遭到整頓 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還要求 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 被認為坐實了近期傳出的 有關大陸公務員減薪的消息 而且已經成為執政方針了 會議還稱 市場主體承載著數億人的就業、創業 《經濟日報》專欄作家李春澤撰文說 中國經濟迫近的灰犀牛是雙零危機 需要解決靈活就業和零工經濟的就業問題 預計2022年雙零的從業人員可能超過3億人